张韶涵歌手张韶涵二次爆红,离不开湖南卫视综艺歌手的李鹏,当然扎实的唱功和从前积累下的人气也很重要,公主小妹张韶涵长相依旧很智能,完全不像37岁的样子, 其实他在2007年就凭借电视剧《公主小妹》红遍台湾集内录,这也是湖南卫视的功劳,他的歌曲《隐形的翅膀》更是登上了央视春晚,而与此同时,张韶涵的模仿者出现,他叫刘孟涵,是我唯一专业模仿张韶涵的人,刘孟涵,刘孟涵他的唱功不错,因为一次逛街时被网友发现长相酷似张韶涵,照片批发到了网上,成了早期的网红, 慢慢的有电视台,找他录制节目,凭借不错的唱功,刘孟涵走上了模仿之主,孙东后来,张韶涵和模仿周杰伦的孙东结了婚,这种模仿秀的金主大多在三,四线城市,新函演唱会,楼盘剪彩,明营医院站台,夜店演出,电视栏目是主要表演阵地,王荣怀姐姐,MV刘孟涵,如今刘孟涵,竭力照出张韶涵的影子, 推出了三张专辑,十一首单曲,以通俗的网络歌曲为主,看得出刘孟涵走的音乐路线很像王荣,沙马特时尚加上露骨的MV,微博眼球牺牲色相,刘孟涵努力打造自己的风格没有错,但是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,切记,急功近利,刘孟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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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孟涵,刘孟涵,刘孟涵